Deep Sleep 智能睡眠养生器 从睡眠中创造健康 大家好 我叫Molly 今年34岁 过去是从事金融业 还有电商美妆保养品的产业 从我22岁创业至今呢 因为工作压力大 所以又有常态性失眠的问题 至于失眠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是每天躺上床 至少要躺2到3个小时 才有办法正常的睡着 那这个是幸运的状况 如果说状况不好的话 可能整个晚上都没有办法睡 那即便睡着呢 也非常的多梦 而且醒来 梦都记得非常的清楚 因为这样的状况呢 我开始不用退黑激素 来帮助我的睡眠 可是这个退黑激素 它会让我白天 非常容易浑沉 注意力不集中 大大的影响我的工作效率 常态性失眠的问题 也导致我容易在情绪上紧张 焦虑 那累积多年下来 我在今年年初 其实已经被医生确诊为 有自律行李失调 然后还有很严重内分泌失调的问题 这样的状况其实反反复复 我连续看了三四年的中医 都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 医生甚至到最后 还叫我直接去身心科吃安免药 然后放弃治疗我 那我的皮肤状况变得非常的不稳定 平均一个月要看四到五次的皮肤科 其实来来去去在医美跟中医上面 花的钱一年下来真的都是要破十万以上 说到底其实还是因为睡眠品质太差 因为我自己在不管是运动啊 还是喝水 饮食上面其实都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可是追根究底就是没有达到任何的改善的效果 那直到我遇到我一个睡眠障碍比我更严重的好姐妹 推荐我去体验这个医疗器材 因为它初期是可以做免费体验的 所以我就勇敢尝试了 在我体验的第三天呢 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 自己过去要躺两到三个小时才有办法入水 可是呢在使用这个医疗器材上 我只需要花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就能入睡 然后再来就是我发现我一样晚上会做梦 可是我醒来的时候变得我的梦记得不再那么清楚了 这就表示我的生成睡眠质量是提升的 然后隔天的精神状况也明显的变好 那即便体验的效果这么好 我还是没有第一时间决定要购买 我反而是去观察 就是当这个体验器材被收回去之后 我自己在我的睡眠品质上的一个变化 很明显的当这个器材被收回之后 我的睡眠品质明显的下降 然后我也去评估我自己过去这十几年来 花在因为睡眠障碍上面 造成我健康问题的这些金钱啊 其实远远已经超过这个医疗器材的价格 所以我后来就是一然全然的决定要拥有它 那当我拥有它之后呢 我持续使用一个月的时间 真的非常的生气 因为很明显的我的先从外观上 我的皮肤状况变得非常的好 我不再莫名的脸冒痘痘 然后我的身体的痘痘开始 就过去四五年吃中药 怎么吃都消不掉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部都消光光了 那这个是我过去想都没有想过 那在睡眠的时间上呢 我过去即便好不容易睡着 最多一天也只能睡四到五个小时 可是在使用医疗器材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 我至少每天都可以睡到八个小时 甚至有的时候呢 还会睡超过十二个小时 这个体验的过程啊 就像在还睡眠债一样 我很难想象我现在才三十几岁 若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没有接触到这个医疗器材 不知道我这样的健康问题 就是会累积多少的健康在 那我的身体呢 也在随着这个使用的时间 越来越久 不断的机能各方面 不断的进步提升 那我的情绪部分呢 也因为有了充足的休息 所以变得更加的稳定 那每天面对就是不同的挑战啊 工作上的这些状况啊 我都能更有精神 心更定的去处理 那其实现在每天 我在使用器材的部分 我就觉得好像不能没有他 变得非常的依赖他 就像在跟他谈恋爱一样 自己真的从没有想过 会接触到这么棒的一个东西 真的是 我觉得这几年来 我做过对自己健康上 照顾自己 疼爱自己上面 一个最正确的决定